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画笔之下竟是美的画身 今天节目就要带大家认识台湾女画家郭伟美 看看她如何运用爽快的油彩色调 刻画出女人如凝枝般的滑嫩肌肤 让画作中的每位女性散发出犹如花香的气息 这次是郭伟美老师回到台南的第三次个展 身为前辈画家郭伯川的女儿 她自小受艺术熏陶 画中不仅显露父亲的艺术遗风 更表现出她自己奔放的个性与美善的心性 她穿着半透明 所以我就借着半透明的时候 把那个里面的肉身 那颜色借助那样子的一个 可以表达出来的话 就显示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几乎有呼吸的那么一个人 虽然沉睡可是她醒来的时候是充满活力的 她也是在她的身上看到一个智慧的女性 一个成熟的女性的面貌 所以我不致光是画一个人外在 我一定要她里面透到外面的东西 我要表达的是这样子 此次个展最令人为之一亮的 就是一系列的女子人物像 用色饱满清理 不论是女子慵懒坐卧 闭目养神时的静好 或是沐浴后的透亮肌肤 甚至是滑手级的浩整以霞 都是老师笔下的自在女人 等等我这几部作品都做完了以后 我觉得她们似乎散发的是一种体香味 所以我们后来就研究用这个题材叫幽兰香 是一个柔美的女孩 这个统一的色彩的温柔的调子 但是她正在打手机 又有一个时代性的这种状态 里面充满了东方传统女孩子的 表达的这个精神 所以有民族性 有时代性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 郭维梅老师受到父亲郭伯川的影响 持续父亲的这个教诲 然后持续这个国家的这个风格的延续 用画笔表现内心的感动 回忆起父亲当年教话时 一再强调观察的重要性 并时常提醒他 掌握调子才是重点 更不能忘本要谨记台湾的珍贵 他们的身教给我影响很大 我父亲的坚衣 那种就是积极在他的专业上奋斗的那个精神 我们是从小看在眼里 父亲说你要记得我们的民族 这是我们民族的民俗 你要记住他 你要在画里他讲时代性 地方性就是还有自我的个性 那么我后来发现来这里看到郭伟梅老师的话的时候 发现他受到他父亲的影响是有的 一个是家传的基因 一个是父亲对他的构图的教育 一个就是对他教旨的领悟的这个提醒 也就是画作最重要的是调子 所以在讲色彩的时候 我们说响亮的不是颜色而是调子 所以郭伟梅的调子跟他父亲又不一样 它是女画家的调子 更温柔婉约的一种色调 35年前母亲以一个杰出艺术家近身的观察 写下父亲郭伟川的生平 书中充满夫妻情深义重的情感 现在郭伟梅老师以身为子女的角度 增补了父母一些始终未曾披露的史实 透过时空和文字牵引两代情 他一直回忆从以前他们从认识 一直到台湾的种种的过程 但是因为母亲他写的焦点都是父亲 他很少为他自己 在里面他其实为他自己写得很少 那我想我父亲这个传记也出来那么久了 那我另外写不好 不如把这个再版 然后从我的角度来看 来看他们 从父母的为人处事 母亲的建议 对家庭的付出 对父亲的支援 我都在这本书里头 不只把艺术融入生活 更期许把艺术生活的美学 分享给台南市民 所以将故居重新整理 成功打造一座艺术桃花园 当年的郭伯川对于郭伟梅的期待 可以在他的名字当中看出来 郭伟梅 为美而活 为美而生 我永远都好